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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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掌聲歡迎 發掘 胡斌 敬佩時光 各位老師 各位同學 大家好 我們是第九組 《幸福時光》 我們與吳搖伴小貝們的故事 我們的研究成員有 班農胡斌 盧爾廷 陳衛玲 彭宜廷 張史玲 張沛羽 接招老師是朱彥隆老師 以及舞蹈伴社工王品凱老師 首先是我們的研究功績 我們在生活中常會看到 時光者在街上顯示鬼獸物 有人會對他們二言相像 鄙視 這讓我們更加的去好奇 想要更了解時光者這個族群 再來是研究目的 我們希望透過我們所設計的活動 縮短於時光者長輩們的距離 更加的去理解時光者的工作 也希望能夠減少大家的負面刻板影響 我們一開始對於時光者是少之又少 所以我們一開始收集這套 是很困難的 直到我們的指教老師 葉恩老師跟我們所有外部的專家 可以與我們合作 我們才從小開始準備我們的 第一次訪談 三月十一日天 我們到五角半的地下室 與阿姨一起 在入場檢虔收入 接著就把退車推回 我們持空者跟五角半的地下室裡 整理會收入 然後我們就開始 詢問一些有關於阿姨的問題 我們就有關於結束我們的第一次訪談 我們第二次訪談 是在五月八號第二次的訪談那天 那天呢 我們則是跟著阿姨在她家那邊拆紙箱 因為我們的冷數眾多 所以紙箱很靠就沒有拆完 並且推去了回收場 然後我們接著也跟阿姨 以及五角半的團隊回到地下室 或一些關於阿姨的問題 從這次中也得知了 我們關於阿姨的一些人生經歷 接著我們都 回來之後 我們都把這些寫進我們製作的網站 以及我們的小論文裡面 接下來我們準備著手第三次的訪談 再來是我們的文獻整頂 首先是有關於五角半的介紹 在2018年時 五角半成立了LAB22實驗室 目的呢 是為了與時光者們互動 並提供時光者寶貝們的休息空間 在2020年時 五角半真實成立 再來是時光者的危機 許多人都不太理解時光者這個職業 導致可能會與他們惡言相反 甚至起衝突 而時光長輩們也在經過 長年的風吹日下後 導致他們身體狀況越來越不好 身上的關節及腰部會越來越疼痛 而回收場的關閉也會讓 持光者們難以維持生計 有些行動不便 和較勉強的持光者 卻會繞更遠的路去 別的回收場賣回收物 而五角半也在持續的開館 舉辦相關的展覽及講座 第一次探訪 我們在3月11日前往五角半進行 前往台北萬華南機場夜市部件五角半 進行第一次探訪 這時候我們在體驗時光過程的照片 由時光長輩在前面帶領 推車 推車 還要只想 還要只想解釋巨購回收價值的東西 例如保特品之類的 再來我們 等完回收物 回到回收場 進行整理 因為回收的東西不多 所以我們回到五角半 使用 使用長輩問我們 就有在一個回收經營的地方 這是我們家 回收服 推到回收場的照片 這上面也是 那名穿著本衣 帶著黃化者 就是帶領我們追望長輩 他支撐不了我們的腳踏外 這是我們 這是我們 他很活潑 然後也很愛唱歌 看我們出來聊天 來教我們喜歡想到的小知識 上次在 他是在下坡市 那張推車反轉 手打字 他會走比較安全 可以定人 可以定人 被車上的音量打下 這樣我們回到五角半 進行訪談表演 還有整個經營 所謂的父王的分享 接下來是我們 在五月八號的第二次訪談 我們呢 中間那個帶著強力 就是我們這次主要的訪談對象 戴阿姨 我們今天到他每個禮拜會固定 去修飾回收的地方 到開啟整理 整理完之後要哪去買 這次呢 賣的錢比算是還要求 這有私處的關係 我們回到五角半的地下室 我們帶領著賴阿姨 一起做正確活動 並且請邀請他和我們一起 說玩我們手測機的一些遊戲 這張圖就是我們在玩遊戲的樣子 他現在手中拿著這些器材 就是分擔放著 這個遊戲呢 是玩家去拿著那個目盾 往前推 把前面這些處理推倒 推倒看誰推倒次數最小就更順 而我們會希望持有分擔重度的原因 是因為他的情緒非常慌慌特兵 當我們不在的時候 而蜘蛛廠非常玩具有趣的 我們就可以拿寶特兵裝水 一樣可以進行製作 再來當週 因為剛好是母親姐 所以呢我們就買了 康乃馨送給賴阿姨 我們製作了一個網站 想要讓更多人了解時光職業的艱辛 內容大概就是我們與時光長輩的對話 還有時光長輩的人生故事 還有我們這幾次去攪拌實際探訪的過程及心得 這是我們網站的圖片 在未來我們想要進行第三次的探訪 時間預計是在此次暑假期間 製作邀請還邀請我們的家長 師長及老師同學 身邊的樂事實同學 以上是我們的專題發表 謝謝大家 好 我們謝謝第一組 第一組阿服 幸福時光 可以看到